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展文的结果是什么 得生命 得生命 失丧生命 失丧生命 得回生命 世上俗土的生命 得回属天的生命 对不对 当你真心的时候 当我经历这个死的时候 这个死上这个肉体的生命的时候 我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他们既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不爱惜他 不爱惜谁的生命呢 哪个生命呢 属肉体的生命 所以这个宰门的结果 是死上生命 得回生命 这是他所缠的结果 是要为真理受到逼迫 逼迫的目的 上帝在逼迫中间 就说你看看 你注重哪个生命 是注重这个属地的生命 还是注重属天的生命 还是注重哪个 这就是走进宰门的一个结果 我今天在宰门里边的 那么就要受到逼迫 进宰门的人 那么就要失丧生命 要失丧地上生命 是生命的一个转换 我永远住在这个肉体里 我永远住在进天国 你信不信 我要进天国 我必须离开肉身 得以兼职 那接着什么呢 接着什么呢 神要先叫你看看 别人对你抵挡 是一件小事 就是你的家人 在你传正道的时候 出来抵挡你 有没有耶稣基督 传正道的时候 有没有他自己的亲属 来抵挡他 肉体的抵挡他 也有 那我们今天传 有没有抵挡的呢 别人的抵挡都是一件小事 就是你的义奶同胞 你的父亲 你的母亲站起来 来攻击你 这是你最受不了的 但上帝就要教你 学习什么功课呢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蛮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蛮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配 做我的蛮徒 那么上帝在誓言中间 在悲失价经历悲失价 经历失价的中间 经历苦难中间 要显明今天 你爱到底爱谁 天上有一个天父 地上有一个父亲 天上有属天的母亲 耶路撒冷 对不对 地上还有一个 六七的母亲 天上有属灵的姊妹 那地上还有什么 属肉体的姊妹 姊妹 那么你爱哪个 这个 这个都是亲属 这是天上亲属 地上亲属 你看哪一首 天上哪一首 神庆要歇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 弥加书 旧约圣经 弥加书 你可能有伤心的时候 你为了信耶稣 你有伤心的时候 但这个伤心 能不能 使你 不要耶稣了呢 这个伤心 说 我们为主的名 终日被杀 甚至最后 我会讲到的 我们终日被杀了 为主的救恩真理 的缘故被杀 历史历代的 那些传救恩真理的人 被杀 我们 我相信我们 到这里来的 凡是天道的 到这里来 而且今天 两天道 在这里 都一直冲到底 我相信 都是主使用的人 主不使用的人 我们根本就听下去 我们看第五节 第七章第五节 弥加书 七章第五节 小子们 不要依赖 临舍 不要信靠 命有 要守住 你的口 不要向你怀人 爱中的七七说 因为儿子藐视父亲 女儿抗拒母亲 媳妇抗拒婆婆 人的仇敌 就是 自己家 人的仇敌 人的仇敌 就是家里的人 人的仇敌 就是家 甚至在敲响一个警钟 将来有一天 你家里人都不认你了 为什么缘故呢 这是一道假基督和真基督的缘故 特别人 特别到幕后时期出现假基督了 可能你的家人有很多心要信靠假基督了 但你还信靠真的基督 肯定有的人说今天基督已经过时了 叫你信假的 可能是你不信他就要逼迫你 你不受印记 他们就要杀害你 连父亲都把儿子送到死地了 是不是 母亲把女儿送到死地去 那个时候是什么的时代 什么的时候 决情 是决情的时候 你想象到一个传真理的人 他将会有 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别人跟你学习 因为你传真理 就是看这个真理 在你里面 是不是真的是真理 神就要实验这件事 还是你把那七种看得比真理 还重要 耶稣说我就是为真理而什么 而生的 为真理而生的 对不对 耶稣说我 我为真理而生的 他最后为真理而死的 比拉罗说什么是真理的 比拉罗问耶稣什么是真理的 耶稣说我就是造了真理生命 是不是 你可能是 最后呢 你为真理的缘故 可能是 舍去了自己的生命 不顾系自己的生命了 最后呢 上帝看你 今天你把真理真正当成真理 谁要撕掩你 看你把真理当真理 还是把你父亲母亲还有姊妹当真理 你把哪个当真理 我们现在 就是 这时候没到 就是末后时期没到 我们通过这些经文预言的 在旧约旧预言 说儿子藐视父亲 媳妇抗击婆婆 人的仇尼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肯定有那一天的 我现在把这个道 讲给弟兄姊妹 看弟兄姊妹是怎么来 来理解这个道 是不是 我在这里的湖边乱造的 是不是我没有这事 我在这里造谣言的 不是的 真不是的 实实在在的说 真将来会有得以前的 有那一天 赤手真理的上帝要看你 今天对这个真理的领悟 对这个真理的赤手 这个忠心到什么程度 甚至不要自己的命了 为真理的缘故不要命了 这些众使徒众先知 都是为真理缘故死的 很多人为真理死的 他们都是不要命了 但 真理尊贵是真理 就是我的意思 就是我的命没有了 真理也要吃手 上帝就看你今天 是要上掉自我生命 去捍卫真理 还是要得回 还是要保护自己的肉体的生命 吃上真理 神就要实验所有基督徒 要有火的实验 要领导所有人 你信不信呢 好 咱们看 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 一定要火事面临到 所有的弟兄 不是我说的 是真的 第四章十二节 这就是我们天天要讲 斩能 斩能 这就是斩能 斩能不是手里把 不是在那死这手 死死 斩能叫你守真理 要把这真理 就守住 把命丢了 不能把真理丢了 就这个意思 听懂吗 真正捍卫真理的人 用什么捍卫 用命捍卫 对不对 我命死了 我命丢了 我不能把真理丢了 我要把真理失踪 道路真理生命关 是不是 我把真理丢了 等于把什么丢了 生命丢了 那道路 耶稣是先把道路放前面 对不对 道路放前面 下面不是生命 而是什么 为什么这样 道路是静谈 我的真理 就是绝对不改变 才能得到生命的结果 我走到走对的 我就是个讲真理的人 讲真理的人 一定能得到生命 这样的人 一定会逼迫你的 用地上的生命来威胁 你属天的生命 叫你放弃 真理 放弃身理 就等于放弃属天的 生命 你听懂这句话吗 当一个基督徒 他抱不走 走对的时候 他一定不会讲真理的 他不讲真理 他一定会有生命的 所以没有生命的人 当逼迫来到的时候 接着他的逼坏的生命 来逼迫他的手 逼迫他的手 逼迫生命的时候 他马上把不坏的生命 给什么 放弃的 听懂这种方法 为了 为了 不坏的 逼坏的生命 放弃 不坏的生命 这国生命是不坏的 对不对 不死的生命 不死的 魔鬼就是 借着这些逼迫 就是叫你 把这逼死的生命 借着逼死 逼迫 你终于逼死什么 目的叫你 你把这个不死的生命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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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放手 逼迫要杀害你 所以耶稣上 不要怕他 杀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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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再 搜索 来 搜索 你把这个 就在这里 你现在就开始什么 妥协中央 把什么扔了 把真的 有不坏的生命 能掉 所以这样就 撕到这些房间 对不对 他要带着羊肠的 破镜 要羊净他的肠 把好的 生在 把康比 用不灭的火 给他生 看谁是康比 看谁是真的子弟 看谁是真的神的儿子 看谁有真正 重生的生命 没有重生生命 一逼迫这个地球外 他一看着 放着这个生命 就把这个放手 就把这个就松手 不要了 现在是什么 上帝叫你放弃这个 在门就是放弃他 放弃他 放弃他 得回他 不要他 得回他 舍弃他 我得回他 听懂吗 所以这道需要什么 用什么手呢 神医 活上死 所有众仙子 众使徒 不都是这样吗 活上死了 活上了 是不是 活上死了 要看 我们所讲的真理 这是圣经的真理 是从神那里的生命 为 说 为了神的生命 放弃自我的生命 为了神的国度 放弃我的国度 为了神的生命 放弃我的生命 你看那启示录 不是在那个 西伯兰书里 那有多少人 放弃生命 那生活 都没有保障了 披着棉蚌和山羊 披山里 洞穴里 漂流无地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都放弃生命了 是不是 这就是为捍卫真理 用什么捍卫 用生命来捍卫 对不对 你没有用生命捍卫 这个真理 可能有一天 摇汗 魔鬼天天摇汗 就要帮你 把你这个 鼠天这个生命 给你摇汗出去 魔鬼不愿意叫你的生命 神叫你的生命 魔鬼叫你放弃生命 用什么方法呢 他用逼迫的方法 用你家人的 那最密切 从前呢 你最心疼的那个妹妹 你最爱的你的姐姐 你最喜欢的你的妈妈 你最敬重的你的父亲 就用这 你就很容易 就把哪个放掉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的试炼 是神要试炼 个人的工程怎样 是神要把那个工程 摆在你面前 试炼下 我的试炼里头 你看你要哪个 你要哪个 父亲起来与你为敌了 告诉你 儿子 儿子 今天你要不信耶稣呢 今天呢 我不把你交关 你要信耶稣今天 爸和你就一刀两断了 从前你很敬重的 但是他尽量说绝情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条路 你是耶稣呢 你爸要把你交关 你要不是耶稣呢 你爸就不交关 反而给你 上边给你通报了 完了之后呢 给你名利地位 你要哪个 你等会儿咱们吵 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小事 如果是一件小事 耶稣就不能这么说 耶稣这句话说的是最多最多的 就是这句话 就是我讲我来叫世界太平 我来不是叫世界太平 那是叫世界东高兵 我要叫这儿纷争 儿子父亲纷争 女儿母亲纷争 媳妇和婆婆纷争 是不是 这样的纷争啊 你先去看 说这图一个啥呢 这个图啥呢 信了耶稣你说 这还加个人都跟咱们走 劲劲劲的 你说为了叫家人得好处 他们拜我想我也拜 他拜活我也拜 他拜鬼我也拜 他拜鬼我也拜 咱们就跟他孙头拉就管是不是 他拜假基督我也拜 我拜 嘿嘿嘿 这时候就是 看看妮妇在到底是建立在金银宝 什么还是草作科学上 金银宝射 就看妮妇在那儿 都在那儿喊啊 说啊我爱你到底 说好不回头的 哈哈哈 那句话说的 哎呀我听 一听的就把我通讯上 我们都说好不回头 说好不回头 不回头了吗 真的了 啊 人头我兴起你家人来提到你 那回头 这就是火的试炼 这就是窄门 这就是上帝今天显明在你中间 把真理和非真理在显明里面 魔鬼 这样的事态是上帝许可的 上帝今天魔鬼的事态 要叫你看你吃手非真理还是吃手真理 是要地上的命还要天上的命 谁要肉体还要灵魂 谁要有什么还要犯人 就看你要哪个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的窄门 对不对 我们已经进了这窄门 你要持灵这个窄门的时候 持灵这什么需要什么 需要忍受一期系列的逼迫 需要忍受一期的逼迫 需要持手 已经进了窄门 需要弃手 持手这个刀 我已经接受这个真理了 需要持手真理 对不对 拔住 不要朝你抢去 朝你 我钻在这个真理他 他要烫 他要用烙铁来烫我的手 叫你松开 你不松开就烫你 你现在就动不过着 你不松开 刀现在已经搁在脖上了 松不松 松不松手 不松手 现在一点就冒洗了 你看 你看看 马上就教育来了 教育完的时候 你有命就没了 用再死的命 威胁你 放弃永恒的生命 用必死的生命 威胁你必死的生命 叫你放弃永恒的生命 用人的生命 叫你放弃神的生命 用非人理 叫你放弃神的生命 听懂吗 这就是逼迫的原因 就是逼迫的结果 就是你进宰门的结果 就是这个结果 想好了吗 想没想好 想好了 真想好了 早死 晚死 晚死 对不对 放弃真理 那是永恒的死 不放弃真理 那就是什么 对不对 暂时的痛苦 死就死了 脑袋掉了碗大巴 行不行 当你毕竟心智的时候 这时候魔鬼就害怕了 魔鬼最怕的是人 不要命了 对不对 不要谁的命了呢 不要自己的命了 对不对 不要这暂时的 这必死的 这个必死的命了 不要这个命了 魔鬼最害怕 你信不信的 对 魔鬼最不怕的就是什么呢 他最害怕你不要命 他最害怕你就 为了生命 不要自己生的生命 他最害怕 他最不怕的就是什么 要命的 要命的 要命啊 他最不害怕 哎这个人我不怕他 他最害怕就是这个人难斗啊 我刀 我刀 他连眼睛都我喊了一下 是不是 杀杀吧 不要怕他杀神经 杀了神经 杀了神经就杀妙 你看这样独要命的人 信耶稣的人 都是王命徒 你信不信的 信耶稣 要没有王命徒的心 你没办法信耶稣 你知道信耶稣耶稣 为什么这样提醒我们 所以你们到他们中间 如同家 如同情 他们要杀身体 对不对 但他杀了身体杀不了灵魂啊 那圣经不说 愿你们到身子 魂与灵都得能保守吧 不是说明年 天大伦家 前述第五章 愿你们身子 灵魂都得能保守吧 那这身子也没保守吧 这身子是这个身子呢 还是属天的身子呢 是属灵的呢 还是属肉体身子呢 如果光是属肉体身子呢 圣经的话又冒罪了 对不对 我们有几个身子 有几个人 你要放弃哪一个 放弃旧人 放弃新人 放弃水天的 放弃水地 有爱情肉体 还是爱情 要哪个 是不是 神要借着这一系列的考验 要实验他 每个人的信仰的工程 你不现在正在建造工程吗 往上建 当我们现在所建造工程 先从根基上建造 先从根基上建造 从哪儿建 打楼的时候先不要往上建 先往下挖 对不对 把这个楼的整个四脚 整个都挖开了 整个建 把这四脚 等建完了之后呢 埋在地里之后呢 这四脚全埋下来之后呢 那我现在就开始什么 建完了之后呢 再往上建 楼房就起来 这些全埋在地里 根基的问题 全埋在地里 看不见 对不对 根基建好的这么重要 重要 那我现在信仰的根基 那我现在哪儿建 在信上建立当地 对不对 他能直接建下去 到底我今天信的是什么 信的是能坏的生命 信的是不坏的生命 信的我今天就不能坏的生命 得到生活 好生活 还信不能坏的生命 得到丰盛的生命 怎么信 怎么信 怎么信很关键 给人信很关键 给外面这人信 给里边这人信 里边 给肉信 给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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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生活信 给生命信 给地府的信 给不属的信 给苏土的信 给属灵的信 给属灵的信 给从神来的信 给从人来的信 给从人来的信 这很关键 很关键 你这不分开 你说你一讲都矛盾了 主啊 杀了我的肉体 伤不了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 就藏在你那里 是不是 好咱们看 第十二 四章十二节 比得前书 四章十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誓言 得到你们 不要以为 奇怪 似乎是遭遇 非常的事 倒要什么 因为你们 是与基督一同 使你们在 他荣耀的 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 欢喜快乐 是不是啊 我要欢喜快乐啊 我要得奖赏 得夸奖 得 得荣耀冠冕 那今天 撕裂成功了 我就得卢药 我就得奖赏 我就得冠冕 对不对 实验不成功了 我单单 我就重新财力得出 好事坏事 坏事啊 嗯 又怎么听明白了 现在就得站立会 好 咱们看 怎么看 约翰先看约翰明 十五章 十八章 十五章 十八章 十五章 这些经文 利用什么也需要提前 我这些经文 根本就不用 我这些经文 根本就不用 在那故意在那背 不用背 这都心 都在心里头了 这经文很关键很关键 假如有一天 主耶稣不提前说 这件事发生了 你没有心理上的预备 没有心理上的准备 可能一发生这件事情 你就会 用东北话叫得恶舍 用普通话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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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 站走 对不对 就站走 要死了吗 刀死了 按摩上了 我要是今天 要放弃了呢 我能保佑命 我要不放弃呢 我这命就没了 你就在这中间 就转了 对不对 你就在这 在中间就以后 就是 拭目以死 必要守住这道 致死 不改变 不改变 这就是进宅门的人 所预备的 行致 对不对 结果 就是心智 我有什么样的心智呢 必死的心智 他有这种 耶稣基督既然讲的 必有这个结果出现的 对不对 但我们今天得荣耀 我不管他 谁离破我吧 离破是好事不是外事 我们注意下十八节 世人恨你们 世人是爱我们吗 你看世人恨我们 咱得叫世人得意 他说怎么着 我们就顺从他 做完事 他就不至于恨我们了 你是讨世人的喜欢 是讨耶稣的喜欢 耶稣就直接告 世人不是爱你们 是恨你们 对不对 世人是代表什么 代表那些灭亡的人 对不对 那些注定灭亡的人 三分之一将会 三分之二将会减除的人 这些人恨你们 多是少 三分之二 被什么 三分之二 还有三分之一 是被存留的 你往里快减一下 还剩多少 三分之一 对不对 还剩三分之一的人 这是三分之二减 三分之一 现在三分之一的坏人 是不是 三分之二的坏人 只是三分之一的 什么人呢 讨论 信耶稣的 信耶稣是三分之一的人 不信耶稣的人 是三分之二的人 这样的比例数 哪个多 不信的人多 不信的人多 那我们看一下 不信的人多 我们要选择不信的是 选择信的 好 所以我们先看这段经文 事实上恨你们 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 已经 害谁了 已经恨我了 假如有你们今天 不信的 就恨你们 一看你们就会 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要闲的 吃饱饭撑的 没事干的 天天你说拿着圣经 来这呼好喊什么 唱什么 甚至骂你几句 你会从主那里领受 来接受这件事 感谢主 是你 不要让他骂我的 这就试验试验我的 功夫怎样 好不好 好 你看看 耶稣先 我恨你们以前 已经恨谁了 恨我了 就恨我了 这么想看 你们说属世界 为什么要恨我 首先你要抱着一个心态 实际上他就是因为我们 不属世界 不属世界 我们属哪儿 我们不属世界 你要先知道我不属世界 正因为我不属世界 他们属世界 所以他们和我 离不离所当然 他一看我们就长得乖 你走 怎么那么乖呢 是不是 有没有这句话 有没有 我是 我看彼得前书 有没有这句话 就一模为怪 不跟他们一起 就一模为怪 彼得前书四章 第四节 有的吗 我们是把救人家 救人的情依定死价 他们是放纵私欲 他一看我们跟他不一样 他就以我们 为什么 鬼 第四节 是不是这么说的 说他们 在这世上 见你们 不与他们 从那放大 无度的路 就以你们 就以为什么 鬼 毁谤你了 毁谤你 是不是 他们必 在 将要审判 活人死人的主面前 交账 他交不交账 因为 因此 就是死人 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 要叫他们的肉体 按照人 受审判 他们的灵性靠着神活着 好 再回到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十五章 我们看 因为我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的人 拣选的人 现在 事业就 假如事业 来临到我们的时候 这时候上帝要用 按照我们的信心 大小熊的承受的 一点点 对我们往上讲 试验完了 我们这个 这个信心 被试验修比 被火试验能言 仍然坏的精神更显得吗 好 说 正因为我从他 你们不属世界 说 只是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 就恨你们 你们要纪念 这里的世界就只世人说的 世人恨你们 下面说 你们 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 仆人 不能大于主人 你们说他们 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谁啊 我们 说 若遵守我的话 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那我今天讲话 弟兄姊妹有多少能真正遵守的 我讲的是我自己的话是讲圣经的话 不是讲自己的 再看二十一节 但 他们 因我的名 向你们行政一切 因谁的名 不是因我 是因他们 因为他们 不认识呢 才我来的 我若没在未来教训他们 他们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 他们罪是无可 恨我的 恨我的 也必恨我的父 我若没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情 他们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 连我 有我的父 他们也看见也恨我了 说 这叫应验 他们内法上所写的 说 他们无辜的恨我 但 我要从父那里财宝会时来 就是圣灵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 你们也要什么 做见证 做见证 是吧 因为你们从起头 什么时候 与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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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来着 那你起初在哪里 在父里面 吹了一口灵气在亚当地 我就成了主灵的火人 这灵是永远存在的 灵神是存在的 与主耶稣基督并存的 你听懂我这又忘了 这就是说 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所以现在你不要放心 你要放心 第十六章一节 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哪些事 就是世人恨你们这些事 对不对 逼过你们这些事告诉你们 使你们不至于是吧 要不告诉你 然后今天我就不告诉你 我就不告诉你 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 第五子梅也不告诉你 谁也不告诉你 就告诉你歇苏平安 歇苏没有逼过 歇苏啥就好了 歇苏谁都说你好 谁都说你 不错 歇苏啊 要钱有钱 要名有名 要利有利 想要什么就有 如果我这么说 你说我有没有过呢 因为这圣经明明说的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使你们不至于什么 注意我看 人把你们赶出黑塘 人要把你们赶出黑塘 将来你就 你根本就在黑塘里戴不住了 因为你传真理 他不传真理 你是进改了 他进团门 他能要你吗 他能要你吗 他说 人要把你们赶出什么 黑塘 并且 时候将到 白杀你们的 就以为是干什么 这句话说的是表明 表明是教会内部 会堂内部的 对不对 是不是 他不是单子犹太教 耶稣不是单子犹太教 耶稣子所有跟从他的人 只要你是学生 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基督徒 对不对 那学生不能 耶稣基督今天 这是指 诺后的教会和 那些犹太会堂 都算在内部 凡他们以为 把你杀死了 就以为是尸中神 是不是 他们杀耶稣 是不是以为 他们就在尸中神 他们打死 把司机板打死了 是不是以为是尸中神 今天别人把我们杀了 是不是以为是尸中神 他们以为 他们那个盗索对了 他以为我们的盗不对 他们对了 他们就想上圣法要杀我们 我注意他 凡杀你的人 就以为是尸中神 他们这样行 说未曾 认识父 也未曾 认识我 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是教育到时候 可以想起我对你说 时候还没到 对不对 是到时候就想起 对你说的话 好看约翰遗书 说未曾认识 未曾认识 神的人是什么样的 约翰遗书 三章 什么样人未曾认识 第六节 三章六节 说这样行的人 是未曾认识父 也未曾认识我 那这里要说 什么样是未曾认识父的人 知道了吗 六节 凡住在他里呢 就不犯罪 凡犯罪是未曾 这也两个未曾 对不对 是未曾 看见他 也未曾 认识他 说犯罪的人 把教 把那些真正 讲救恩真理 讲传证福音的人 把那些讲真理的人 逼迫残害 赶出教会 他们认识是神 他们有没有诚意 他不也信神吗 他们根本不认识 正面刚才说 犯犯罪的是 为什么看见他 你为什么认识他 对不对 这是说明 犯在这里的人 都包括在这里 根本不认识神的人 才做这一切事 杀基督徒 就以为是身为怎样 是不是 将来有一天 不就这一天了 所以耶稣 把这事告诉你们 是要算我到了时候 可以想起我对你说的吗 好 咱们看启示录 咱们看启示录吧 先看第六章 六章 第九节 六章第九节 我看这里边 有一匹人将要被杀 而且这个数目还是很大 我们现在正在乳羊阶段 就在放羊 正在牧场上放羊 正在放羊的时候 主耶稣就在牧场上 和我们这群羊群说话 他说什么呢 说你们都是我的羊 我的羊挺我的声音 我的羊不能生认识 无论他有什么方法 都不跟他走 对不对 他必须你就是要你随从他们 不随从真理 那你根本跟从他走呢 你要跟他搭走 他想要是要杀你 那怎么办呢 好 你看第六章第九节 找到吗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 有位神知道 并为做见证 被杀之人的灵魂 大声喊着说 圣洁真实的主啊 是吗 那些人都是被杀的 像大声喊着说 圣洁真实的主啊 你不省怕住在地上的人 给我们身流血的渊 要到几时呢 于是又白衣赐给他们 这白衣是圣徒所行的意 对不对 这是意思 因信成义了 又有话对他们说 还要安息骗死 要一同做仆人的 和他们的弟兄 向他们被杀满足了什么 为什么要被杀满足树木 为什么 为什么要杀还要满足树木呢 杀谁呢 圣徒对不对 圣徒被杀满足了树木 这就说明 要有一大批的圣徒 你承不承认 我们今天是圣徒 我们和其他的树木 都要有大部分人 被杀满足树木 满足树木是什么意思 到底多少树木 谁有自己的树木 对不对 被杀这批人要干什么 谁为什么要允许一批圣徒被杀 这什么被杀呢 什么样的人被杀呢 是圣徒呢 还是不是圣徒 圣徒是干净的 被杀了 对不对 用人说我们被杀 用世人说被杀就完了 耶稣是被杀的 对不对 那圣徒被杀了 满足了树木 谁杀 他们以为杀你就是圣徒神 谁杀的 教会将来要出现这种人 我现在在这里告诉你 有一天你会想起这句话 但这件事成就了 你会想起这句话 就教会内部就出现 杀圣徒的人 你信不信 我现在说完了 因为现在整个宗教 现在全世界 你会看到现在有大批人没信吗 将来全世界都信 信什么 有好多的人 大部分信 最后全世界的人 没有信仰的人了 全世界的人全有信仰 什么信仰呢 一个是真基督 一个是假基督 一个是信大贵人了 一个是信真基督了 就是两疑分化 现在可能是 我们信基督的人 特别特别少 信 不信的人多 对不对 现在能用全世界仗习妥 能占了多少 可能是两个亿 但不信的人 有多少吗 不信的人 多少倍 多少倍 30倍 对不对 所以这样将来是两个地方 不信主的人都会到低基督 因为低基督将来在世界上是最大的王 目前耶稣未来他是在世界最大的王 所有人他把世界所有的权柄 都有冠在他一个人的手里 所以这就在人的手上和额上 送了一个什么批呢 就这批人杀基督的杀基督最多的 杀基督但上帝虚可这件事情 他杀基督正好是这些成熟的基督徒 被已经被杀了 被杀了满足了上帝所要的那个什么 被杀了 因为他儿子是被杀的 我们正好要在我身上补满他儿子患难的缺陷 在我身上有缺陷 我们没受到患难就补满这个缺陷 在哪里呢 这句话 哥罗西书 第一章 第二十四节 第一章二十四节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道学 欢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什么 去去 那他受苦难 我们受受苦难的 我看天洒 谁命定的 那么我今天持守这个真道 持守着 进窄门 是持守这个真道 我要持守这个真道 这就是窄门 谁能用命来持守这个真道 用心心 把自己的命跑上去 持守这个真道 那这就是窄门 不是我今天听到的 明天 把这道具丢掉的 今天去了 明天有几位 人一诱惑我 我就把这道具放弃了 这里面是什么 补满基督 肉身 的患难去歉 对不对 他要怎么样 我也怎么样 学生不能高度先生 我是 我是学生 耶稣 耶稣是我们的老师 对不对 他走一条什么路 我们跟他走的一样 这就叫四点五 今天信仰上的工厂 到底建立是在排石上 还是在沙子地上 在排石上 风吹雨淋水冲 壮大的房子 房子走步到他 要是建在沙子地上 就是微弱的信的 这个患难一来到 你马上放弃了信仰 你就转背跑跑 对不对 什么样人 建立 就忘义了 什么样人 是有根基的人 人是没有根基的人 没有根基的人 没有根基的人 有的人 那城墙是没有根基的城墙 被人围绕着几圈就倒了 谁 耶利哥城 对不对 耶利哥城 是没有根基的城 在上帝面 面前是没有根基的城 表明这世界是没有根基的城 围绕几圈就倒了 大喊一声就倒了 对不对 你现在信仰是什么信仰 是没有根基的信仰 别人一诱惑你就完了 还是建立在基督的牌势上 在哪建立很关键 是不是 好 回到 回到起书 这里要杀满足了树木 满足树木这群人要干什么 这会儿咱们看这群人要干什么 这是揭开第五印的时候 出现这件事 有被杀的 并且为作见证的灵魂 在被杀的灵魂 大声喊着说 那第十几 大声喊着说 圣洁真实的主 什么跟主求啊 他们不都死了怎么求呢 不都死了怎么求呢 能不能求 死人能不能求 他死了 爹祖说不是死了 是碎的 对不对 他是肉体 但是死了 他的灵魂会不会说话 会 会说话 你不要以为死了 就拉倒了 死了是脱离肉体的 但灵魂会不会说话 叫人活的是什么 灵 今天支配我肉体 说话是我里面的灵 我支配这个肉体 当上一把这灵抽出来 再换一下身体 照样才能说话 不用坏身体 也能说话 你信不信啊 你信不信 有个人就信 我在肉体 才能说话 你在肉体更笨 你信不信 在肉体说话的时候 更笨 不在身肉体的痛 但灵说话 更灵密了 我们将来建筑的时候 就是以灵体的身份见 不是以这个大众体见 对不对呀 对 神给你换个好的 笨的也给你换个不笨的 是不是 羞辱给你换成了一个荣耀的 必死的给你换成了不死的 坏的给你换成了好的 必死坏给你换成了不死的 好不好 所以不要怕 只要什么 看你今天这个信仰的根基 是否能扎在这个 潘石上 所以这里边 要叫他们还安息骗神 为什么安息骗神呢 等着 一同做仆人的 做耶稣基督仆人的 和他们 这弟兄也向他们被杀 因为都是弟兄吗 你是弟兄 我也是弟兄 被杀这件事情 肯定是一些可怕的事情 耶稣在被杀以前的时候 在科西马尼园 那个泪 那个汉州如总 什么 大西典 经不经常 是个被钉斧子架 我国家凌辱 被钉斧子架 手被那个钉在墓头上 脚被钉在墓头上 这是肯定是一些 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们 不要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 对不对 今儿你就得胜死亡了 死在我们身上 再也没有权柄 任何人 他用任何的方法 来威胁我们的信仰 那他们指示什么 他们指示什么 他们妄想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主 已经落在了 所以我害怕 当满足了树木的时候 满足树木的时候 上帝呢 今天要戒指 这一切的词 叫我看见 已经我们要跟 耶稣基督 一同来做网 好 咱们再看 十三章 还是启示录十三章 将来的大罪人 逼迫的时候 大罪人逼迫的时候 我们先看 第三节 从第四三章 第三节 我看见兽 有七头 七个 有七个 似乎受了死 有一个似乎 受了死伤 那死伤 一好的的 全地的人 都稀奇的证度 这是不是说全地的人没有一个不得承受的 我刚才讲 怎么讲的 是不是讲666 全地的人多少 都 所以将来 没有不信仰的人 将来只有两个信仰 现在的人可能有信佛的 有信道的 有信耶稣基督的 还有信天种的 还有信这的 信那 信伊斯兰的 信马上莫德的 什么样的人都有 对不对 但我告诉你就是什么 有一件事将来要发生 就是全地的人都要跟随谁 都要跟谁 都跟耶稣 全地的人 都要跟随那时候 那时候是谁呢 大罪人 假基督 那时候就看你吃十个争斗了 那时候就看你再假文在宽门里头 大部分人都在进宽门 都涌向宽门了 对不对 都跟着谁 你知道跟随受有多少识惠吗 只要你手上印了一个印记就是666这个印记 在脑子额头上 还有右手上 只要印了这个666这个印记 做买卖 做买卖 可能叫你能力 你没有 你没有没挣钱的 他会给你钱的 你没有房屋的 他会给你房屋的 你没有摩托车的 他会给你房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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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求地上好处的 都要拜他 拜谁呢 你今天要求地上好处 要求天上好处 你要做犹大 还是做主的真正的使徒 你好好看好 这不是一件 不是一件小事 这些大事 是叫生命之道的事 你是为祖国 这是为自己活的 寻求生命是寻求生活 你可以看好 可能是我今天在这讲 在什么时候来讲 不一定了 这是灭灭灭灭的一讲 肯定有这一天的 如果有这一天 将来有大部分人 权力的人 都心心地跟从了这个寿的时候 那时候你跟从谁 跟从撒旦进地狱 跟从这个家 这个人 撒旦的作为 我们把他全都赐给他了 对不对 你注意看 第二章 不是 第十三章 第二节 我就看见那兽 形状像豹 像熊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 那龙将自己的能力 作为和大权柄 都给了他 魔鬼 龙就是魔鬼 对不对 魔鬼把权柄给谁了呢 给了兽 他有绝对的权柄 可以统治世界这样的权柄 这个时候 他想给谁人口 叫你管理人口 把你信我 你只要受了这个六度的印记呢 我就给你全名 给你全名 管理这个 给 两座城 给你 五 五万人的人口 叫你管理 给你两座城 好事不好 用人看好不好 好啊 你没有地统吗 我把这个整个这个 这叫什么地方 什么县呢 平原县 平原县 换给你 你管理 你是平原县最大的县令 好不好 你是平原县令 我要你做平原县的依法 行不行 你吃饭的不用花钱 你出门在那有宝马教书 比宝马还要宝马 行不行 我叫你住在最高级的宾馆 行不行 一天晚上五千块钱 就是住这 行不行 你要什么荣华会会都给你 行不行 不行 现在就要看你们经文化的时候 是进展览是进他们的时候 是在展览是在他们里 是在他们里 吃主的药 必须说的是他 你别看他 那瘦 为什么叫瘦 他是天天在那吼叫 对不对 啊 是不是啊 天天吼叫 像什么吼叫呢 像湿的吼叫一样 到处 到处寻找吞吃的人 对不对 他要把这666的禁忌给你了 就证明你是他的人 只要印上了 就证明你是他的人 你是他的人 他现在就借着你 来诱惑一大批的人 就像东方散战一幕一样 最后呢 他在地上掌控着所有的人的命运 所有人的命运都在他手里上了 全世界所有的君王都把 用往会让给你 我都听你的 你是我们第一的王 我们是你的下属王 听懂吗 最后没有这一天的 我现在跟你说 到时候你就 你会知道 因为这圣灵直接那么预言的 最后呢 这个时候呢 要 藉着一些宗教势力 在这世上 有一大批的宗教势力 成为他的死党 宗教势力 就是那些在外在想教委 其实不是教委 不跟人跑 他就跟这跑 跟那跑 那些宗教势力 都成为他的死党 这也是圣经的预言 最后你会知道的 那巴比伦 后来刑罚 那四七章 刑罚巴比伦 那巴比伦是谁 就是那宗教势力的领袖 最后都要被主刑罚 头上 额上 和手上 都受了这个六章的印记 这是得十分的 有这个印记 到底拿 你说我要五百万 你说我要七千万 你对呢 他他他他五千万给你了 好不好 好吗 这好吗 但受了这个印记 你上的时候 我那愤怒的悲药 引到他 是不是 谁要受这个印记的 上帝就要把那愤怒的杯 引到他 就要道给他 他受 昭夜受痛苦之道 永远全面 好事 坏事 你暂时想受掉 你暂时得到所谓 这都傻人跟从他的 谁跟从受啊 咱跟从谁 跟从耶稣 跟从耶稣 跟从耶稣去进展 跟从魔鬼的夏天 你信不信 魔鬼最后被人在地狱 假西东 在起初的第二十章 都在地狱里头 你要跟谁 最后没有别的信仰 那时候你就不能说 我啥也不信 那世界没有这种 啥也不信的人 你或信鬼或信神 你或信假西东 或信神基督 肯定是表现文化的 最后世界只有两种信仰 一个信真基督 一个信假基督的 一个信 一个往死里去的 一个往活里去的 你要信哪一个 对不对 看你往哪里去 要想象哪一条 我们现在进展文的 就清楚的话 对不对 到那个时候 知死 忠心 知死的忠心 不改练 所以下面说 嗯 我想看 第五节 有次给他说夸大 说 蟹徒化的口 又有全面 自己他可以 任意来行 多长时间 四十二 就是三月半的时间 受就开口 向神 说蟹徒的话 蟹徒神 神的明定 他的丈母就是教会 以及 那些住在天上 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 并且得胜 他把圣徒杀了 他暂时得胜了 是吧 也把全秉赐给他 制服 各族 各民 各邦 各国 凡住在地上的 名字 从创世以来 没有被记载 被杀至高阳生命厕杀的人 都要被他呀 是不是 是我说的是 是圣经记载的 是不是 圣经就直接都记载 对不对 凡名字 从创世以来 没被记载 被杀至高阳生命厕杀的人 就是 那些 没有欲求健全的人 都拜他 都拜谁的呢 没有一个不拜兽的 那时候就没有愿意 我就信我自己 我就信不 我就信道 我就信火 我就信火 火煩骨狼的 没有这种信仰的 下 那个时候 都信谁啊 都信他们一个 全世界的所有信仰 都会在这一个 受的身上 最后只有两个信仰 信真基督 信假基督 信魔鬼 信神的 就这两个信仰 你听懂了吗 所以 这就叫宰人 被逼迫 我们吃走我们的真道 别逼迫我们 我们也要吃走 这就是什么 我们所说的 宰人 为什么我们会吃走这真道 因为我们从创世以来 我们的名字就被寄在哪儿了 非 杀 知 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 我们现在在什么 生命侧 我们的名字从什么时候记载在圣明圈上了 所以我们 致死重心 我们不是靠起自己的力量 但是平行 因为我们里边 这个灵就实实在 高雅的灵就实实在在我们里边 提醒我们 并实实在我们提醒 保守我们 所以凡一会儿可行的 修行当 杀人的 用刀杀人的 必被刀杀 是不是啊 鲁乐人的必被鲁乐 你注意看 注意看第九节 凡有耳可听的 有耳的就应当听 鲁乐人的必被鲁乐 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 身途的忍耐和信心 就在这个地方显得出来 在哪个地方显得出来 可能我们这些哈人 可能要赶上那个时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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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 这个时候 我看这个时候 走的日子 一天就几次一天 你看看 整个这个社会 整个的动向 你看看就说 整个这个 这个汽车 你看一到那个车 车车车车 科技 飞速的发展 正照着代理书 第十二章 这个预言这个来到 我们今天不明白就跟你 可以不可以啊 我们今天 不明白受信 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 所以 将来这件事情 逼迫这件事情 又出现 我不讲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闭口不言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到那时候你就说 谁没给什么讲啊 谁不上出来讲了 也不讲逼迫 不讲患大 就讲好处 就讲宝马教车 哈哈 今天怎么 我们是不是都要来 得宝马教车 谁得宝马教车 那人叫他滚 有多样滚 就滚多样去 我们今天得生命的 耶稣明说 我来的是要叫羊 得什么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多 得生命 不是得宝马教车 那我们要得生命的时候 现在就 谁知道在逼迫中间 要持守永恒的生命 还是持守战士的生命 我持守永恒生命 就要丢掉战士的生命 因为魔鬼要杀我呀 因为撒蛋要杀我呀 要逼迫我 你怎么要不要持守 你看这就 圣徒的忍耐和信心 你是圣徒吗 是 这时候忍耐和信心 就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火的识练 要火的识练 离到你了 不要以为喜气 我们现在正在什么 春啊花开草屋蒙发的时候 正在酝酿的时候 是吧 就像那个羊群啊 那个野羊啊 林羊在那旷野中间 正在梦放的时候 在这个期间呢 可能环境不太多啊 就有小的一些识练 环境不太多 但有一些 这个大识练要来到 这是大的识练 是火的识练 是 是历史中间 很见的这一次的识练有领导 那么我们弟兄姊妹 今天 我们预不预备好心灵 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 只要叫你到的时候 可以详细我对你说过的话 你现在不告诉你 到时候你想不起来 对不对 现在告诉你 好不好 有试炼 有逼迫 有患难 有残害 这是基督徒 没有试炼 没有患难 从来就是好的 从来活在爱一起了 不是好基督徒 这试炼是有试炼 看我这信仰通诚 怎么样 对不对 当往持守真理的 就往持守真理的 我们不持 反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 敬前度日的 都要遭到 逼迫 对不对 都要遭到逼迫的 你要不立志 敬前度日的就不用 没有逼迫 你信不信 进宽门的 没有逼迫 进展门的 一定有逼迫 但你选择了 救恩真理 你选择绝对真理 就有逼迫 就叫你放弃真理 所以这个逼迫 目的是叫你放弃 救恩真理 对不对啊 我们已经进了 耶稣这个门了 所以不要怕 只要信 我只要赤手这个道理 赤手这个真道 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日子 好不好 好 感谢主的恩兰 为了上帝祝福 我们一同来 谢谢啊 走 有没有 有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